好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把雅垂特的快速鍵帶入我們的Colder裡面 因為有些時候你可能白天五個小時都在使用雅垂特 然後突然轉換到Colder 你有些快速鍵按錯 特別是空白鍵的平移 因為在雅垂特裡面呢 空白鍵就是按住就可以平移畫面 然後可以看每個畫面的細節 但是在Colder裡面它是按住 滑鼠滾輪中間鍵按著會變熟 你才可以平移畫面 那這個差異性就很大 所以有這個差異性會導致你在操作上按錯就很久 那我們要如何把雅垂特的設定把它設進來 讓我們快速融入呢 點選工具自訂點開 點開裡面的指令點進去 選到工具箱 然後呢再點到快速鍵 第一個選取工具 選取工具就是這個白色箭頭 我們找到 選取點一下 它的快速鍵是V 按下V 然後按下指定 然後再來 這個叫做形狀工具 找出形狀 然後點下形狀 快速鍵是A 按下指定 然後再來 鋼筆工具是P 這個已經有了 文字工具是T 也有了 繪圖工具是B 也有了 這些都已經 繪圖工具 找一下 藝術媒體 設一下B 指定 然後 網格工具U 這個很少用 漸層工具G 漸層工具就是這個 互動式填射 互動式填射G 沒問題 漸層工具 用互動式填射 好 然後再來 滴管工具 這個屬性滴管呢 幫它設定 Shift加I 我已經設好 Shift還要叫便宜 然後加I 我已經設好 好 然後再來 找一下 色彩滴管 點一下 這個要設I 我也設為I 設I 發新增 好 然後再來 放大鏡 Z 沒問題 手型工具 手型工具很重要 好 手型工具 這個叫平移 好 它預設是H 我加一個Space 就空白鍵 幫它形成進來 所以它H 跟空白鍵都可以動 好了 這按下確定 好 那我們現在按空白鍵 就變成手可以動 好 這個部分我們就設定好 就跟Yatrader很像 那我們就可以 比較容易的 融入 好 這就是我們把 Yatrader快速鍵 設定到 Colder裡面的方法 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可以避免太多的衝突感 OK 試試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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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